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面对大海 我选择的是融入 因为只有融入 你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潮汐 海的对面就是世界上所有信奉妈祖的信徒崇拜的地方 梅州岛 在梅州岛上有世界妈祖文化的发祥地 妈祖祖庙 是的 我们今天寻宝就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 不见普遍 生活在这里的人因为能宗巧匠众多 所以此地被称为中国雕刻之城 生活在此地的人因为懂得传承 所以知道他们今天演唱的莆田戏都被称为男戏的活化区 所以寻宝来到莆田真的是充满期待 所以就让我们在海边 在妈祖面前许个愿吧 莆田 让寻宝之旅满载而归吧 这一间是祖山船下来的 然后应该是知名烧制的 产自宋潮的 德幻瑶的 朱油白 那个超装船的宝贝 这一间是祖山船下来的 然后应该是知名烧制的 产自宋潮的 德幻瑶的 朱油白 那个超装船的宝贝 有些民态的 宝贝 民族马祖 原侧民族的 几几万的云主 这是一块神仪雨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 它就是能辨射 你相信吗 有点相信 因为我们刚才是见过的 那你辨射给我们看一下 不是 它是一个季节变化 根据季节变化 春天的时候花草树木 凡是它会显得非常的红 非常的漂亮 像火焰一样 它的变化 它就像年轻体发展的变化一样 它就不行 但普通民间国宝 但是还不够 成千的轮船 那是青草 青草花和环境 是一个床 是三亿到四亿 万千藏有 这个周末的主题 就是要带着他们的宝贝 和一些人来进行一个浪漫的约会 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寻宝请来的权威的专家 那么这一次来到莆田的四位专家 是哪四位呢 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 今生 古代青铜佛像建点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德祥 木器杂项建定专家 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副理市长 留言 书画建定专家 国内各大拍卖公司资深建定师 秋小军 古陶瓷建定专家 同样我要在这个门口迎来送往 我旁边的这台监视器 将会传来我们鉴定厅的情况 以及我们海险现场的情况 我们希望我们的50位藏友 都能够把他们的好运 把他们的心情带进鉴定厅 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专家给他们带来好运 有请我们第一位藏友出场 陈清贵先生 你好陈老师 看不出来啊 今天63岁了 今天带来的是个好东西吧 跟我们说说 乳窑啊 是这么自信啊 有资料啊 有资料 对啊 有资料 我爱好这个十来年啊 所以您一眼就看这是好东西 是收了多少钱吗 这个好 这个我可能暂时 保密 可以可以 好来 这边有请 从哪儿得到的 99年 我在那个河南 河南 河南那个宝康县 在保峰美 那就是乳窑了 就是乳窑啊 就是乳窑 对啊 你敢肯定吗 肯定嘛 我一书嘛 肯定的 哦 那就是宋阳子气嘛 宋阳子历 有一本书跟您这一样吗 对啊 一样 乳湾和您这个是一样的 不是啊 这个是官邀器啊 官邀器 不是名邀啊 是官邀啊 那是价值连城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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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这是官邀 是啊 如果是官邀 这真的是国宝了 对啊 是官邀 但是我们看了 分析看 从太阳各方面分析啊 和乳窑相差太远 特别是这上面 铜镜上的花纹一致上面 这是个别出心裁的一个 主观易造的东西 这个牛车 这个都没有 凡是有文末知识人 不会上这个档的 所以说你这个知识不足啊 就容易上这个档 这是那十几年前的一种造假的一种 防乳窑的一种 工艺 希望你继续教训啊 陈先生 来 有请 我觉得专家说话一点都不客气啊 说您这是那个铜器上的花纹 主观易造到这上来的 嗯 不是 我家里还有 家里好几百件 家里还有好几百件 通过这个 家 专家鉴定 您这个不是真的 那您家里那些 您心里还有信心吗 有吧 玩玩玩游戏嘛 不是老许的 很多嘛 专家刚才说 您都接受 我接受 都接受 都接受 嗯 好了 好 谢谢陈老师 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这个是你家里保存下的吗 爷爷遗留的 爷爷遗留的 你看这个花做的非常的生动饱满啊 那个莲瓣 那个花瓣 一个一个的翻卷自如 像那个活的一样 这整个是一首牡丹之歌 金奇牡雕 知道什么牡丹吗 这个不知道 一般的别的沙木什么 它雕不了这么薄 它会断 张木 楠木 还有一个就是红豆山 老的精细的雕刻 红豆山 这几种木的都很细腻 有香味 用了不少筋呢 是纯筋 对纯筋 这要放在福建比较高大的 较暗的房间里头 一下就等把那个气氛 过日子有意思那劲 就出来了 是吧 这个从它的风格上看 应该是清晚期的 清晚期的 那么那一百多年 一百五十年吧 也不容易了 能保存到现在 谢谢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戴里岳先生 你好 你好 欢迎参加寻宝 带来的是黄眷 室女轴 对 这是收来的还是家里藏的 这个是那个前大概有五六年吧 我一个朋友从日本帮我带回来的 是朋友也是喜欢收藏 那当然了 他觉得是好东西 他因为我朋友是外地的 他不是我普遍 他觉得环境是我普遍本地的 所以他介绍和我了 你需要跟专家聊些什么 真假 然后就是那个 当初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 大概是十万块 十万块 看一看如果是真的话 那他现在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怎么样 对 好 非常朴素 但是非常实际的两个问题 跟我们专家好好聊一下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 缓卷的 我普遍 普遍 您这个思路说的非常对 它是日本回来的 确实表工也是日本的 向南轴头 日本的原表工 品香这张东西而且还不错 画的呢 侍女小眉小眼 承袭唐代周访 这一个路子下来 现在这个思谷啊 念谷之风 非常盛行 所以他这类画风 每年都见到黄卷的作品几张 就是说在日本呢 这类的画家的画比较多 日本人比较喜欢 买得贵吗 当初买的是十万块 现在好的黄卷 三四十万经常卖到 最近这几年 拍卖市场上 旅友出现 他的成交率很高 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画的漂亮 首先里头有侍女 其次是青绿山水 所以首先恭喜您得宝 另外又是莆田画家 作为一个莆田的收藏爱好者 当然更应该很好的保护 但是呢 这次就先不入围了 还有呢 从价格来讲 您这张东西十万块 现在不能说贵 还应该有增值潜力 您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就是我们家里 我父亲以前组传下来的 组传下来的 多长时间了 那五斤就七十 就二十年了 七十多长时间 二十年了 你从小就看见过这个吗 记得很老小 它一直过在那烧鲜 供在那儿烧 您什么时间有印象 家里有这个呢 那我自己现在就这个印象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材质 它也不是石头 它是一种 现代的一种化学的灌出来的 胶筑出来的 然后这外面又涂了一层金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工艺品 应该说从艺术性上 和收藏价值上是没有可取的 好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何立音 何老师 您好 何老师 带来的是这个妈祖的木雕啊 因为这个妈祖 咱们在当地莆田 什么都不用说了 对吧 那为什么要带这样一堆 木雕的妈祖来参加寻宝呢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妈祖像 它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莆田 作为木雕之乡 还有就是它的悠久的历史 还有它那个作为妈祖文化的 发源地的这个悠久的历史 好 跟我们专家好好聊一下 来 好的 我们利用何林女士 进入建立厅的这个间隙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多的时间 来谈一谈关于妈祖 每年农历 三月二十三这一天 来自海内外的妈祖信众 满怀前程 从四面八方 纷纷来到莆田的梅州岛 隆重的妈祖祭祀典礼 即将在妈祖庙前举行 妈祖 这位历代船工 海员 渔民 商旅 共同信奉的海上女神 将满目磁光地接受信众的祭拜 妈祖传说 源自宋代莆田 一位奇异的林姓女子 这位女子从出生至满月 不提不哭 故而取名林墨 又称林墨娘 墨娘从小森林隐晦 心必善良 长大后她又上官海象 精通医术 以自己丰富的航海知识和高超医术 无私地救助了许多遇难船只和患病相亲 从而名波四方 公元987年9月初九 年仅28岁的莫娘 为救海上遇难的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随即羽化生仙 被人们尊称妈祖 妈祖生仙后 继续护佑着海上船只 至今已一千多年 自宋代为妈祖历祠 加封开始 历经元明清三朝 共加封数十次 封号从夫人 妃再到天妃 直至天后和天上圣母 受到历代重视 妈祖祭典被列入国家四典 随着时间推移 妈祖信仰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统计 如今世界上有妈祖信众近两亿人 遍布美国 日本及东南亚 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周妈祖祭典 也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好的 我相信通过这个短片 我们对于妈祖文化 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专家 又会对这件精品 有什么样的观点 让我们拭目以待 妈祖 她正是我们梅州的 应该是所谓我们梅州地方 最有代表的一个女神了 你这个妈祖神像 还就是莆田做的 对 妈祖庙到处都有 为什么说呢 应该是有海的地方 就有妈祖庙 对 它利粉 还有这小金线 这都是本地的特色 为什么说福建 好多地方有活化石现象 就咱们这个保存了 好多中原的老文化 你看它这发脊 这个头发 这都是宋化明以前的 那种发型 所以说这个还是 特别典型的莆田的工艺 你很不错 戴的好像是帝王的官一样 是吧 给它已经给帝王化了 格本给它升格的帝王化了 从这个各方面造型看 这是应该就是清代中晚期的 我们先恭喜你入围吧 好吧 你认为是什么年代的 我认为是原初期的 东西我们看一下 细形和胎 又都符合原代的特点 特别是绘画方面 非常的流畅 准确 这是后访的工艺达不到的 而且人物绘画也很生动 同意你的看法是原代的 不一定是初期的 但是呢 这个颜色烧得不好 就是这个青花呢 串烟了 成了这个灰褐色的 底面这个胎应该是白胎 为什么成了这种灰白胎呢 这个是它的环境关系 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它应该是出水的东西 这个里面啊 我们看到有沉积的钙质 所以这些东西呢 应该是不错的 也许当时是作为出口词啊 传承了 而不这东西捞上来了 又经过清洗 这东西是原代 不错 很好 这东西啊 就按这种水平的 有点加扁啊 这个颜色串烟啊 也得几十万 请问下一位藏友 郑玉贵先生 你好郑先生 哎 您先让我闻一闻吧 沉香 沉香木雕 这档案上填写的是 您这是从一位85岁的老板那儿收的 老老人家 是到他家里去看那个银币 银币没 银币看的都是普通的 后来他最终拿出这一件的 但是他说可能你看不懂 为什么 但是费钱的比较多 他是放在那个船头底下的 好 这个陈先生有意思 说收藏最大的感悟是自己高兴 全家就高兴 对 为什么 只有大家高兴才是最高兴的 那万一待会专家给您鉴定的这个东西 跟您的预期有差异 您这您也伤心那全家不也伤心吗 那这个重在苍蝇 来 这边有请 你怎么判断那是沉香木 一个是味道 一个是香味 再一个就是根据那个资料 就说 闻着很香 一个是闻着很香 再一个它 搬起来很沉 油脂线 油脂线比较重 沉香有时候不是很重 一般的来讲沉香是木材 有在这个热带地 雅热带地区 它瘦了潮 为什么不腐蚀 它烂的剩下一块树脂 所以它往往是不规则的 这个你看很规则 首先形上 感觉不大像沉香 确实有香味 还有点茶叶的木香 但是很多木材都有香味 你比如说 有樟木 南木 咱们北方包括洋木 都有香味 如果真是这么一套块沉香 沉香雕口往往不使劲地把它掏空 就是随着行走 如果真是一整块沉香 那么咱们的雕工一定很珍惜它 沉香可以通经络 很明贵地要在 沉香也没有一个标准的 你说是沉香有很多种 这个东西仔细看木 有点像咱们俗称的广阳 或者是香飞木 因为你涂的蜡也看不太清 你现在还认为它是沉香吗 那种意思 因为毕竟沉香太多有疑问 有很多疑问 那你买的很贵吗 买的不贵 不贵 那就说卖这个的人不知道是沉香 他跟我说的是沉香 他说的价位 那是可以说是减漏的价位 他知道沉香为什么还给你减漏呢 他是老头 他是85岁老头的 因为他老了 不需要钱了 那这个地体我就不太清楚 地质坚定的也是一个优点 刚才专家最后用了一句话 说意志坚定也是一种品格 未来的时候就是沉香 认识的并不多 你还是坚持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沉香木雕 因为沉香它那个生成过程 它都有它的独特的条件 它不是说随不随便就可以 是用于沉香的 四位专家的一致的观念 都没有办法改变您的观点 也许 好 谢谢 这是从什么地方买到的 当年是我舅舅收藏的 然后是十几年前从福州 巴林时是内蒙的 当时它这个石头拿回来的时候 还是不完整 还是福建雕工 它关键就是翘色利用的好 石雕它关键可贵就在它的翘色 因为它只能有一件不可能再复制了 蝉雕得很生动 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枯树根 就长了很多蘑菇 蝉还在生机变化 由蝉退变成一个肥硕的蝉 给这冰冷的石头很大的生机 挺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对这件作品有什么认识吗 它吴福帆名气很大 上海海派画家 对对 我自己也是搞画画的 您自己也是搞画画的 但是这件东西是真的是假 我对它有欢迎 从风格看 这件东西是四王的这种风格 还不是吴福帆的那种变形风格 吴福帆画得更漂亮 虽然也是四王路 但是这件东西它本身是有点闷的那种 就跟吴福帆的那种敞亮的风格还是有点不一样 关键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款子上 款子的默契和款子的格调跟画不是一体的 应该可以准确的说 这个款子和印章是后加的 还有一点呢 这张画有可能比吴福帆的时间还早 他可能用了一张旧画加的吴福帆的款子 不是真记 但是是一张比较好的四王路数的画吧 成对了 真准了 这个盘子有多大尺寸 一个七十 一个六十九 你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呢 我家里祖传的 祖传的 小时候就有 那小时候你们家做什么用啊 外祖户 外祖母家里大厅里面装水果 春节的时候装水果换到那边 看来人家是大户人家 这么两盘子水果得多少人吃啊 这个是流行在原末明初 这种大盘 在家还有刻花 那是龙泉窑 在流行的这种图样 这种大的尺寸 但是呢我们看你的胎和柚 以及烧造方法各方面 和元代 明初的相差太远 特别是这个柚子 还带一顶现代柚的特色 啊 胎子呢 比较白 我们知道老的龙泉窑是灰白色的 你这是一种白色的 你这个东西呢 我想也就是年代不超过十年 另外呢 就是古代烧这种大型器物啊 最容易烧的变形了 所以就从这一点来说 它也是新产品 志先生 是你在跟专家开玩笑 还是专家跟你开玩笑 他说这现代房品 您这是祖传的 是现代房品 我说是祖传的 谁在撒谎 你也不清楚 不过为什么我看您到最后 这个 鉴定完了以后 抱着盘子下来的时候 您在偷偷的笑 哭跟笑 没什么 没差别 没区别 有时候是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来这边休息一下 来 对 是啊 哭与笑有些时候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真与假 是一定有差别的 龙泉窑 始烧于北宋 历时七八百年后 到清康熙时停烧 它是我国南方著名的瓷窑 以清如玉 明如镜 生如庆的品质 闻名下耳 2001年前 拍卖市场上人们对龙泉青瓷的关注度不高 2001年后 随着瓷器市场行情整体好转 龙泉青瓷的行情也开始上扬 2005年 纽约加士德拍卖会上 一件宋代龙泉青幼三足炉 排出84.3万元人民币 2006年 北京汉海推出的一件南宋龙泉窑从事瓶 又以275万元人民币成交 截至目前 龙泉青瓷的最高拍卖记录是2007年11月份 由一件明代初年的龙泉梅子清家彩高足碗创造的 成交价935万元人民币 正是由于龙泉窑瓷器价格大幅上涨的诱惑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房品 无论是造型还是数量都明显增多 房品价格从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不少还专门进行了做旧处理 不明真相的购买者往往因此上当受骗 白白花去几万元 有的甚至几十万元 好了 尽管我们是现场的鉴定 但是由于我们是电视手段 我们总会把一些也许现场我们无法解释清楚的一些问题 通过这样的短片通过这样的背景资料 让电视机前的您了解更多 不过我们现场的鉴定还要继续 我们现在请出我们下一位藏友朱锦贵先生 来有请朱先生 我们也迎来了在常有带来藏品自爆价最高的 两千三百八十万 给我们说说它的宝贝的地方在哪里 宝贝它是代表福田工艺美术的一种历史建政 是女主作品 是孤品 独一无二的 三七平有古城就因为有古代材助跟古代建筑 深移深情世界文化遗产 成功就在这里 那你今儿就奔民间国宝来的呀 专家就看会员是真的 就是说东西是好东西 但是他们以什么来评价 那也就是说您今儿不是来找专家健保的 您是来给专家出难题的 也不是 这个是完了的 好 那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好吧 竹先生 欢迎参加寻宝 来 这是福田工艺美术师的一个见证 首先它有一套是很难得的 对 这是泥素财素 对 这是独一无二的 能看出福建雕塑的根基 这个虽然尺寸不大 但是可以说是微妙微笑 从它这风格上看 装素上 特别开脸上 更方便看 应该有两百多年 清代中期左右的东西 公积是唐代的 您认为是唐代 唐代肯定是不是 唐宋都到不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不是唐代 你看这个武士 它这个腰里头 围着这叫汉腰 这种装束 宋代中期才出现 还有这个椅子 你看这种椅子 是从元代的交椅演变过来的 底下戴老虎爪 这种椅子是元代以后 一般清代才流行 还有这龙的头发 往下留着 这一看就是晚清 甚至清中期都有点早 不要强调它的年代 年代近晚 仍然非常珍贵 恭喜你入围吧 好 谢谢啊 是镇河下西岩的时候掉到海里面的 然后这个是炮弹化石 还是石头化石 我需要你们帮我鉴定 这是个陈传安的所谓海捞的遗物 对 是吧 这个钱都是红武贤是吧 红武民资的 那这个 这是一个炮弹的 石炮弹 石炮弹打漏了 它不需要炸力 它就是需要把 对 是不是跟正和有关的 那我们不知道 这都是属于历史考证了 总之 但是中国和这个倭寇打仗也很激烈的 总之是属于中西交通史上 海洋航海史上的一个食物吧 还是很有价值的 四年被捞起来 就是四年 在海南岛被捞起来 好保留能派上大用上 是吧 好的 谢谢 尽管大家都知道 能够通过这扇大门 进入鉴定厅的莆田藏友 只有五十位 但是海犬现场 依然非常非常的热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都在 非常的热情的等待 但彼此之间也在交流 我们常说啊 每次寻宝也是 我们当地藏友的一次盛会 我们今天带了八千过来 是我公共的父亲 给下来的 这个叫民族 就是点蜡 听一下看 这个到底是 是不是很值钱的人 既然把他采 非常少的一个品种 十万块 十年前十万块 十万块 搞股东买个人 自己的是国宝 我不是国宝 我不是国宝 我觉得这个是老货 就是 生命的残家都在后面 都生不如舍 好的 回到鉴定现场 我们要请出下一位 幸运的藏友 我们的郑女士 郑寿侠 有请 郑女士也是 来小朋友 你也一起来 刚才我已经看见你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几岁了 四岁 你知道奶奶 手里抱的是什么 古董 是古董 什么是古董 就是 官窑 官窑 什么是官窑 这是古董的 又是官窑的 又是古董的 又是官窑的 那是 那一定是好东西 那我们把它打开 你能说出这是什么吗 官窑 官窑 是官帽还是官窑 官帽 这是什么级别的官 戴的这个帽 这都溜金了 这个级别不低 公主带的 你有没有请专家来看一看 或者 我去了故宫 我就觉得他们都没有这么文字 请进见地听 带着小朋友 带着您的宝贝 带着小朋友 您的孙女吗 这个小朋友是从哪里来的 带着带回来的 你爸爸带回来的吗 奶奶带回来的 奶奶带回来的 真好 真是个宝贝吧 好 你坐在奶奶身边吧 您认为这是什么时代的 老代的 这是还难得 买的贵吗 贵就是那时候赶币 和人民币多钱 和人民币40个 和人民币40万 40万 什么想买这件东西 我就觉得这东西 就是挺有中国的历史 这个东西 它主体上应该是辽带的 它是铜溜金的 一个官室 它这个双凤纹 云气纹 这个做的还是很生动的 应该是辽带的东西 但是它个别的地方 有沾接的痕迹 另外当年的官 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 有些个东西 它可能有些主观的 按照自己的想象 是拼凑成的 这种东西 根据它的发文 应该是女士带的 它是凤 应该是女士带的 我们根据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这个收藏的一个辽带的官 还有辽宁建平县出土的 那个辽带的金官看 和这个形式是有区别的 因此就是它 它主体的部件 应该是辽带的 溜金的官的部件 但是呢 它有些主观的拼凑的痕迹 上面那几个可能是厚 对 像那个配件 应该说都是这个缝关上的 但是呢 它重新修复的时候 整合的时候 位置没有到位 对 这不错 好好保存 等待着高手 好好修复一下 您刚才听了我们专家的这个点评以后 您会不会有一点 感受很好 您听完专家刚才这个点评 您觉得您当年两千年买这东西值不值 值的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能代表 中国历史代表性 就是一千人左右 虽然它破了 错在一起 但是我还是值的 再也以后 有可能再也找不到 我再爱好 也找不到这么 错在一起的 这么好的东西 好嘞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一个有三十斤 这一点里就有了车渠啊 珍珠 马脑啊 这都属于它的 细胞自艺 大的记载有车轮子能量 看明清的这个百宝嵌上经常用这个来嵌一些高浮雕的一些形象 而且这个呢就可以做成那个首饰 有时候车渠的一个大木楠花挂在身上 它可以这个立体的圆雕 它比那个螺垫啊 比那个薄的那个那个家具上装置那种要有立体感 所以这个也是还是比较珍贵的 今天出了三十万 好 谢谢您 收藏价值 好好善待它 不错 你捡一大漏 我自己认为是明代的 是何超宗的吗 何超宗款 何超宗的真迹吗 对 我认为是真迹 你认为是真迹 对 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我们德化老家买的 先前八年前 但是买了六万块 六万 我们从胎上看 不错 应该属于这个明末清初的 对 另外呢 它柚子也一种芽黄色 而且很润 肥润 雕工呢 确实是非常的生动 山石啊 跟活了一样 再加上这个瓶呢 就是康熙时期常见的一种 至于这个款呢 我们还不能最后肯定 是不是何超宗的 但是东西一定是最少清初 东西绝对是老的了 在右水 当时明代的右水都是那个 德化瑶最擅长做佛像的 对 那尤其何朝中又是大家 啊 是明代晚期的 对吧 后代很多仿何朝中的 我认为是正品 就是这个底下呢 里面的这个胎里面 啊 它有幼 这个有幼的 一般都稍微晚一点 明代很多是没有幼的 你买的 应该说不贵 你买的算便宜了 按目前的市场价 这个也在十几万以上的 这个我心理价现在因为八年八年前买了六万 我心理价现在就是几十万块 对啊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是要找到这个东西真的是独一无二了 它要省很大的升值空间 苏先生你好 你好 刚才你跟专家交流的画面 我都在从这看见了 你确实一直在很坚持 尽管我们的专家已经把他的房定到了明末清初 但你还是坚信 这就是何朝中款的他亲手做的这个 对 我认为是真技 你认为是真技 因为我对德化石有研究的十几年了 从市场的升值空间来说 我应该说即使他是房屏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在也在增值了 对吗 嗯 对 但是你觉得他还是真技 对 我觉得他的空间应该更大 我感觉你眼睛湿润了 好像还是有点受到 是受到影响打击了 那不会 就是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不是 您刚才进去的时候 没有 这个镜头特别明显 好的 谢谢 谢谢苏先生 谢谢你的参业 这个家禅的 家禅的 包姜不错 这两件东西还都挺漂亮的 这个是个龙眼根 自然这是纯天然的 按照天然形状 这个 这都是清代晚期的东西 这个有可能还会早一点 因为清初跟明欣赏这种形式 那如果挺好 您收藏吧 两件东西 这个值个五万四五万 这个也差不多的下 下一位藏友 黄文秀先生 有请 黄先生真是戏出名门 那今天您带来的作品 就是父亲的作品 父亲在六月年做的作品 是我父亲经常提起的 就是说得意的 我觉得我们这次寻宝来到了莆田 来到这个中国木雕之乡 大家当然都期待着能够看到木雕的精品 现在这个黄先生带来他父亲 咱们中国的大师黄丹桂先生的 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太白醉酒 也就给我们展开了实际上 关于我们莆田木雕的许举多多的故事 来黄先生 请进见地听 好 谢谢 三位是咱们莆田的名师 有的称他为祖师爷 这个作品为什么给他保留在这里 这是母型样品 它是一个标本 标本 一个母本 别人要看着这个去打 它是一个原型 很多打配的要学它 学您父亲这个祖师爷的手法 这种半成品反而更有味道 很有雕刻的力度感 简洁明快 这种大刀裤斧的 操的这种笔触 这种刀斧的感觉 更增加了这个力度 表现了大师的那种艺术水平 灵魂性的东西 看起来呢 你看李白应该是 一般的雕塑都是尖尖的脸 什么翘着头 做这个沉思状 他这不是 他猛一看像关公 也像真武 他把李白那个 李白还是个侠客 历史上 他会武刀能剑 所以这个把这个文武啊 这个两个精神都表现出来了 很难得 在我们莆田的风格 大体上就是像丹柜这种风格 黄丹柜是现代莆田木雕的一代宗师 带过的徒弟上百人 他不仅把莆田木雕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 而且发扬光大 莆田木雕以精微透雕组成 其雕刻技法多种多样 经常把原雕与透雕混合在一起 应用到作品上 制作非常精细 做工十分巧妙 形成了图案秀丽 色彩繁复 刀法活泼 刻工精细的独特风格 这些生动华美的木雕作品 映照出雕刻者心灵的超感 以及心手合一的完美境界 然而这种境界的修炼 是从三年的磨刀开始的 它里面有不同的刀口 它这里面有开脸部的刀 打配的刀 还有修光修衣纹的刀 这个不同的圆刀跟扁刀里面很别 你要磨刀它 对它这个木质的硬跟软 这些不同的刀口 你要学到全部都会的 最起码基本功能要学三年 经过三年磨刀训练后 一个新学徒才可以开始正式学习雕刻技法 莆田的精微透雕 就是在这种一丝不苟的刀法磨练中 发展起来的 下一位常有 有请我们的大学老师林强先生 林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今天带来的是莆田民间公益艺人所制作的一个清中锡 清中锡的 清锡木雕 咱们来到了莆田 其实对木雕都是非常有期待的 那您现在能不能说 您的这一尊木雕就可以代表咱们莆田的木雕的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产品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它能够体现莆田的精细透雕和精细特点 所以您是冲着这个字来的对吧 对 这就是莆田的宝贝 好 那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 您是莆田人 对 不算留下来的 典型的福建特色 金锡木雕 但是这个看起来是佛州地区的木雕 还不是莆田地区的 它是鬼斧神宫啊 细入毫发 就方寸之间的 有很多细微的刻画 而且分很多层 全部呢 正面背面都要贴金 其实这个体现了福建人的勇敢 它刻的那个有时候细微的都要折 一个桌子腿啊 一个什么扎枪杆啊 一个什么头上戴的那个鳞子 就是跟头发差不多 你再刻就 潜功筋气就作废了 体现了福建整个山海文化 面对苍山大海的这种探索勇敢的精神 你这个东西挺好 都是祠堂宗庙里头用的 代表性 非常深 没有三层 而且这些都是戏曲人物 这些东西如果考证出来 还是挺有意思的 应该都是当时大伙 喜闻乐见的这种题材 福建的好多题材 它是来自于中原戏曲 因为它过去南迁过来 对 好你谢谢你把这么漂亮的东西拿过来代表福建目标 很重要的民俗史料 但是这个因为福建还有更辉煌 更那个更壮观的东西 这个就不入围了 好不好 谢谢你这个参与跟展示啊 好好谢谢跟老师 您自己对这件东西有什么认识吗 我看似是民国东西 要是真乾隆法郎才能上亿了 如果是民国房也要值几十万 花了多少钱 十万块 楼上 十万块 买的太贵了 这个东西呢 从气形啊 开油绘画各方面看 连款啊 应该是现代的一个房品 甚至还不够十年 因为我比较未寒 但是喜欢收藏 我有个同学在方面很专家 所以我只能相信他 他说是政治 我们刚刚发现林泽区的主机 是我们普天冷 林泽区什么时候去的福州呢 他在他就任的时候就就到北京 然后带着夫人就到住在蒲远馆 就普天的住北京的一个明朝的一个蒲远馆 然后我因为我在公园里面看到这个资料 那我怕不真实 我又去印证了去请教了我们敏泽区纪念馆的馆展 他这个馆展姓林也是普天冷 他说确实是普天主机 大家都知道林泽区是咱们福建人 是吧 而且林泽区在近百年最重要的政治史上 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一点呢 他是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 其实从书法我们也能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 他这个字呢 写的是欧柳之间 欧阳寻柳公权之间的这个字 字写的很方硬 首先恭喜您 这个不但是真戒 而且这件东西呢 在林泽区里头也算是比较好的 只用的也很好 只用的是宫里头的黄地 撒金撒银剑纸 黄的是金的 白的 氧化的是银的 所以恭喜您入围了 这就是化眉笼子 不是百灵 百灵笼子扁 尤其南方笼子比北方笼子小 这种笼子在古画里经常看到 就是这样 宋画什么名画里经常看到 这个笼子的气形感觉早 有点明啊 宋的那个感觉 但是这个漆色 它就是一个晚清做的东西 价格五万左右 这就是我们福建 张周窑的 我们知道张周窑也是我们福建省一个最大的一个窑 这东西气形也大 而且带着原装的 这个配的盖和这个座 应该不错的 晚民到清出的 非常精美 值得你好好继续保存 按目前这个市场来说 价钱还低 你说他卖个五六万了 就委屈他了 我以前是做生意的 他欠过几千块钱 我给他不还我 我给他拿回来 真正法郎彩的那种气形啊 没有见过这种样子 特别是这种工艺 秃雕的工艺 属于现在的一个新的工艺 所以说你这个工艺上看 它就属于现代工艺了 应该是现代仿的 就不值得去收藏了 一闻就是沉香 还是个旧的 是清代 古代啊 都是有一个锡盒 加上锦领 锡盒它跟放茶叶一样 它比较严密啊 现在是这个 最好做个锡盒 这个还会偷气 这个沉香的潮筑 这么大长度很少 一般都是半左右 这个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参友 蔡延副先生 蔡先生是一位商人 你好 而且今年带来的这个宝贝 来头很大呀 清朝的郎氏宁的花鸟画 自己01年在湖北武汉买的 对 以前我上一个白星拍卖 他那个改了一个 我一个底价 底价多少 18万 18万到后来我没有拍 清白带回来 你为什么没拍 你觉得价格太低 所以一直留到现在 对对对 今天有什么期待 我看东西应该是老的 比我感觉 因为我是 为了搞收拾 全哥到处跑的 好 蔡先生 跟我们专家好好聊一下 谢谢 欢迎参加新宝 我主要是搞瓷器收藏的 搞瓷器收藏 但是对于字画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清老 我还是看得多 你认为这张画怎么样 我认为看着它很漂亮 非常漂亮 那是新的是老的呢 是新的是老的呢 我认为它是老东西 认为它是老的 我是在湖白 收拾器的时候 收拾器的时候 这个衣服人家 他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然后我就算便给他 我认为还是比较官大 我就给他拿了 买的贵不贵 买的时候三万块 郎士宁呢 是康熙五十四年 从意大利来中国的 他一下就进入了宫廷 本身是一个传教士 但是他的画迹 被康熙皇帝看中 所以在中国呢 在那个时间段 康熙雍正乾隆 郎士宁呢 主导着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主要的派系 甚至包括法郎采 粉彩瓷器上都有他这个风格 就是应该说影响很大 郎士宁的作品 经常在国际国内市场有开卖 好一点的都在两千万左右 这还是前几年的价 那么这几年的价肯定还得升 康熙五十四年 郎士宁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传教 并成为宫廷画师 历经康 康熙 钱三朝 在宫廷从事绘画五十多年 由于郎士宁的一生多在宫中侍奉 因此他的作品很少流传民间 正是由于难得一见 更加调动了造假者的积极性 颇为有名的就有晚清民国时期的后门造 也就是北京地安门一带纺制的作品 有八郡图 十郡图等等 再配上仿宫廷的装表 很能迷惑买家 不少仿品流传至今 在眼下市场的旧仿大多属于这一类 其实郎士宁的作品大部分收藏在 北京 上海 台北等地的博物馆中 民间非常欣赏 从拍卖市场看 郎士宁的作品成交率不是很高 价格也悬殊比较大 有的作品上千万元成交 有的仅几千元至数万元 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 郎士宁真品与赝品的大致情形 我们谈到这张画 看着好像挺旧 表公也挺旧 肘头黑乎乎 画面上也是挺黄 但是这张画并不是旧的作品 更不是真迹 它是什么时候的 它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东西就是新访的 哪怕是清末民国访的也都不错 这些纸都是人为做出来的 这些纸子 东西在市场上很多 所以从收藏的角度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类东西千千万万 不能按旧的收藏 当然 其实根本不应该收藏 你好 蔡霞 现在脸色不好看 没事 没事 好像我字号买得很少 因为我不走 我主要是持续 你诚实地回答了一个问题 是你在骗我还是在 你没有骗我 那拍卖行那18万的估价是怎么来的 那我不知道 那是你亲身的经历 对 你拿到北京拍卖行 对对对 他说我给你拍18万 他说底价是18万 那现在跟我们专家 他们说的反差太大了 就是呢 我也觉得贵贵 对啊 我听刘远老师最后一句话说 像这样的东西 甚至是都不应该收藏 对对对对 那就是现在就是 鉴定方面就是有点贵 你现在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你相信专家的话吗 当然带完了 他那个那个专家 我今天既然来了 我就要先请他了 我觉得这也是对您来说 这个关于这个书画收藏 也是今天也是学到很多东西 对 大东西搬来 存了多少年 是刚买的 还是应该有超两年左右 买的贵吗 要几十万买 大概都几十万是吧 对对对 十二十万全部全 十二变全部全 完整什么 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叫寿品 就是竹寿用的 流行就是清初啊 晚明开始一直到清初 清中期 因为这个东西啊 往往是几单人共用 比如说爷爷住完之后 可能孙子又变成老头了 可能图 把这个内容改一改 又使一回 里面好像其实以前是科进记的 里面还有一层东西啊 对对对对 他比这个还早 就说一般是十二变 这叫曲瓶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断纹什么 我们刚才几位老师看着 可能比道光年间还早 对对对对 但是你这款写道光 我们斩定道光 从各方面还都是不错的 芯是道光的 芯是道光的 那个画风啊 还可能还会早 肯定早 还往前走 雕工呢 也是高水平的 年份可能会到到清中期啊 雕刻的层次很丰富 他那七画也好 对 七画也好 七画画的 所有的这个怪兽神兽 都极具杀伤力 符合这个清早期的神像 谢谢你把这么精美 这么大的东西 拿到节目里来 恭喜你入围啊 谢谢 建议厅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十二件候选的民间国宝也即将产生 利用这个间隙 我要请我们的摄影师再次来到梅州岛田来还原 大家可以看见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和海水交织已经打湿了 我们要特别感谢福田的藏友 三千五百位藏友的参与 我们看到了三千八百件的藏品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福田刷新了我们寻宝的珍品的记录 那就是百分之六十的珍品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么这百分之六十珍品中的这十二件宝贝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们接下来将会为竞争民间国宝这唯一的头衔而展开斗宝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面对一个挑战 那就是我们将邀请市场评论员 以及我们开卖公司的专家 来对这些藏品的投资价值和它的投资前景进行评论 悬念马上就要揭晓 在什么时候 在下周同一时间 寻宝走进福田的夏季不要错过 这里是CCTV寻宝走进缅南重镇福建福田 十二件后选民间国宝隆重出炉 十二位藏有豆宝精彩昏城 均不知的 这是一种艺术的高度处理 他的口才太好了 这是我心中的最真爱的智宝 这种技法绝对是个大师级的雕刻人物 应该在百万里上吧 他们真的价值连城吗 就此五千万就夹都夹不来 掌楼 谁又将问顶福田市民间国宝 敬请您收看 寻宝走进福田的夏季